被人用枪指着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而北约这几年针对亚洲的所作所为 就是要让中国不舒服 7月11日至12日 北约峰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 并发表了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 公报主要内容有援助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 成员国提升军费比例 加强防御能力 巴尔干半岛 伊朗 不过中国人最关注的 当然是其关于中国的内容 虽然公报声称 我们仍然对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 持开放态度 目的是保护北约的安全利益 但他们真正要说的是 一 中国对北约利益 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 二 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 构成系统性挑战 三 中国致力于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包括太空 网络和海洋 四 中俄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 五 中国在秘密扩大核武库 并使其多样化 拥有更多弹头和更多先进的运载系统 以建立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 中国核力量不透明 这就叫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他们就是在跟中国找查 比如在今年四月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还公开呼吁中国接受北约的核查 因为中国核力量不透明 令北约感到担忧 它但凡有几粒花生米 也不至于醉成这样 你有本事来查好了 最搞笑的是 北约这几年在不断强调价值观 一个纯粹的军事组织 战争机器 居然讲起人权 主权 国际秩序了 这比老昌讲真结还恶心 北约公报意味着什么 确立北约未来的防御方向 也就是北约未来的攻击目标 如果不是因为遭到法国反对 北约这份公报还会加入台湾海峡 以及设立东京办事处的内容 北约实际上已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和军事工具 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被确立 美国多次公开宣称过 中国是其未来最大的敌人 有时说对手 竞争者 因此 美国也必然会用北约这个工具来对付中国 美国的难点在于 如何突破北约安全界线 一步一步逼近中国的领土和领海 目前来看 似乎北约扩张到亚洲可能性极小 但只要回顾一下北约东扩之路就可以知道 北约来到亚洲并非不可能 俄罗斯的教训 北约本质上是冷战产物 当苏联解体 华约解散之后 北约就面临失去存在理由的风险 于是美国决策层做了两件事 一 在欧洲重新寻找一个敌人 也就是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 二 将北约军事同盟宣传成民主自由同盟 但关键是要看俄罗斯的阻止决心和能力 俄罗斯 苏联 却连续犯下了重大战略错误 戈尔巴乔夫允许统一之后的德国加入北约 叶利钦同意北约扩张到波兰 华盛顿是怎么忽悠莫斯科的 用老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 欧洲将是完整而自由的 一个没有敌对势力的集体安全体系 1994年 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 美国首次提出了北约东扩设想 为了蒙骗俄罗斯美国制定了和平伙伴关系政策 称北约东扩没有时间表 它只是一个集体安全构想 这个过渡政策成功地麻醉了莫斯科 美俄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文件 半年之后美国就抛出了北约东扩时间表 俄罗斯对此发出了质疑 但美国和欧洲又换了一套说辞 称这是为了俄罗斯利益着想 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国都属于同一个安全整体 因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也自然包括在内 俄罗斯嘟嘟喃喃几句也就作罢了 等到1996年 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束 克林顿就将东扩计划提到了 北约首要议程 1997年7月 美国在马德里峰会上启动了东扩进程 这时美国已经扫清新会员的政治障碍 所有目标国的政权都是由亲美势力主导 美国第一步要吃下是波兰 匈牙利 捷克三国 而巴尔干半岛国家则被暂时排除在外 以免俄罗斯做出过激反应 1997年5月27日 叶利钦与北约签订了基本文件 默许北约东扩 俄罗斯居然对波兰等国抱有幻想 认为他们未必敢加入北约 马德里峰会议结束 波杰雄三国就立刻申请加入北约 1999年3月12日 他们正式加入北约 16加3等于19 这一年刚好是北约成立50周年 首先实现了东扩目标 这个缺口被打破后 俄罗斯就丧失了所谓的欧洲话语权 它只剩下被征寻意见的地位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重大政治打击 但它仍然没有采取行动 只是希望美国到此为止 波兰等国加入北约 直接打破了欧俄军事平衡 一、北约在东欧拥有了建设军事基地的合法资格 俄方无权干预 二、美国能迅速部署军队到东欧 三、美国可以在波兰部署核武器 四、北约可以在波兰驻扎常备军 俄罗斯甚至没有动用能源武器去阻止这种趋势 说俄罗斯当时经济无力并不是理由 它是在主观上不想抵抗 而且俄罗斯国内有一大批人对美国有幻想 然而美国并不满足尝到甜头之后 它还要继续东扩 南斯拉夫这个敌人已经消失 美国又将俄罗斯说成是新敌人 俄国威胁论在舆论场上开始蔓延 美国在为北约第二轮东扩营造其分 也是在1999年 在接纳波匈杰三国后 4月 北约宣布接受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 七国入盟申请书 正在准备接班的普京也没有强烈反应 2001年7月2日 北约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 北约只考虑申请国家的意愿 而不必考虑其他因素 让所有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都能如愿以偿 也就是说俄罗斯连被征询意见的地位也没有了 第二轮东扩 北约内部矛盾其实非常大 德国反对罗马尼亚 而法国反对斯洛文尼亚 希腊和土耳其则反对保加利亚 普京错过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做事北约第二轮扩军完成 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俄罗斯与格鲁基亚发生了军事冲突 普京才决心中断与北约最后的合作关系 放开手脚 将格鲁基亚和乌克兰化为安全利益红线 2009年4月1日 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入北约 完成了第三轮东扩 但格鲁基亚和乌克兰被排除在外 北约不敢接受他们 作为一个核大国 俄罗斯的强硬警告是有效的 但局面已难以收拾 在永久中立的芬兰加入北约之后 北约已有31个成员国 瑞典还在走程序 美国并不在乎北约东扩会带来战争 俄乌军事冲突就是证明 同时美军也不愿意直接下场跟俄军交战 所以乌克兰无论怎么哀求 也无法得到加入北约的时间保证 当美国完成了31个北约成员国目标后 它在欧洲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从乌克兰战场脱身打败俄罗斯 接下来美国的北约扩张计划 就是亚洲针对的是中国 跟之前的扩张一样 美国必须先制造中国威胁北约的舆论 然后排除政治障碍 日本基本上没有政治障碍 它很希望加入北约 韩国目前也没有政治障碍 但韩国跟日本不一样 韩国政局变动后 政策很容易逆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观望状态 北约离他们还很远 美国要用一切手段 排除四国的政治障碍 当美国需要他们递交申请书的时候 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议会都能配合 跟去年一样 日韩澳新四国这次也参加北约峰会 做外围 虽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已经换人 但新总理对加入北约的热情并不大 最有可能向北约递交申请书的是日本 日本的问题在欧洲 法国不愿因为日本而损害与中国合作的利益 所谓北约驻东京办事处 其实是一个军事和情报机构 这一步如果迈出之后 法国就会被拖下水 戴高乐当年因为不想被美国绑架 所以退出了北约军情和情报合作机制 马克龙有没有这种勇气还有待观察 但不管怎么样 美国推动北约东进亚洲的战略意图不会改变 美国无法将精力集中到亚洲 是因为俄罗斯仍然威胁到北约 美国只好跟中国来文的 比如破坏东盟团结 挑起南海争端等等 也就是说 俄罗斯在欧洲方向顶得越久 给中国带来空间和时间就充足 北约这台战争机器到亚洲 只能带来灾难 它会跟你讲人权 在1999年的贝尔格莱德 北约还欠着我们一笔血债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还没有找北约算账 他却先反咬一口 说中国在挑战北约 不要对美国有什么幻想 俄罗斯被北约一步步逼近的教训 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值得我们重视 谢谢大家